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 今天是真話的齊事 在這裡祝我們大家新年共喜 也願上帝在新的一年裡面 加倍來祝我們 但今天要來看 詩篇第五十篇 這首詩 他的首表題跟我們說 這首詩是阿薩的詩 阿薩是神殿裡面 付出音樂遜風的一個人 他的角色就很像 是今天會的審刊對一樣 同樣,付出在禮拜裡面 用詩歌來斷頂八十 做憲罪和敬拜上帝 詩人在這首詩裡面 在提醒,所有託的人 什麼樣的憲罪 這是上帝的 最高興的 什麼樣的敬拜 這是真實上帝所接立的 詩人他這樣說 他說世間跟其中 所有情緒的都是上帝的 所以上帝 他並沒有欠貴的人 用動物來用他憲罪 上帝所憲罪的 是人可以用感謝最多 來憲罪 也就是說 在禮拜上帝的時候 必須要有感恩的心 我們可以上帝 在神殿裡面 到底在學生的阿薩 他的生這個修士 很有可能是他發現很多人 來到神殿在敬拜上帝的時候 他這樣的心態 並沒有正確 感覺有顯著的意識 就是沒有實際的內涵 想要用所有的動物 來到上帝祝福 就是不記得上帝 真的看中的 是人的內心 一個知道用感恩的心 來到上帝面前的人 是真的用上帝最死命中心的人 有一個故事這樣說 有一日 上帝他派兩個天塞來到這個世間 要收集人對上帝所說的話 連後上帝的話 就等到上帝那裡 這個天塞 付出收集人對上帝的基求 另外一個就付出收集人對上帝的感謝 第一個天塞 他很快就收集一大地 人對上帝的基求 總是另外一個天塞 他居然收集到真正 整方向對上帝感謝的位 這個故事 還滿堅決的經文 都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提示 我們的世面裡面的一切 都是上帝所幸福的 我們應該就是 使用上帝來現場感恩 願我們在上帝的民間的學生 都可以很開心 祝福 祝福 終成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